兄弟们我这两天的死法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给前面这个弹弹车 一个闪电舞 里面他好像非常不服气的样子 要过来拿捏我们 我们赶紧躲到我们的身后 躲一下这个肉弹冲击 你干嘛 我去兄弟们这挑起来的弹 我应该叫他什么呀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立之了 看这淘汰回放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使的呀 我去 还有更灵异的 这个弹莫名其妙 他就自己炸了 我去这是灵异事件吗 不是我弄炸的 你追着我干嘛呀 这又是啥呀 现在的弹弹车都这么离谱吗 我去 看这个淘汰回放 我的脚还没有ID 我就没了 我去我真的是 没法理智了 反正我是理智不了了 这一把我打不过就加入 我也要去恶心病人 就先从这个 城城的好兄弟下手吧 跟昆美丽学的好吧 兄弟们不要怪我 哎没有枪 这个厕所也没有枪 我都打算放过这小子了 但是路边的厕所 总是能给我们惊喜 这是啥呀 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我不想做都不行了 等我捡个数啊 调整一下方向 是时候展示我的五指姑娘了 嗯就很棒 兄弟兄弟你完了 慌不慌慌不慌 好贱啊 兄弟们虽然很贱 但是 但是真的好爽啊 我去 这可不能怪我啊 兄弟们都是跟鸡膜练学的 虽然我刚才很爽 但是我马上就招报应了 我本来想拔着这个雷走过去的 没想到这个小黑子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去 就因为多看了他一眼 他直接给我扔了一个 八二年的二锅头 给我扔一个八二年的二锅头 就算了 又给我扔一个小花指 虽然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不需要这样热情款待吧 我就想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大野仔 但是这个游戏老实给我惊喜 不对 这是惊吓 幻想着空头眨脸 但是没让你把这玩意给我送过来呀 虽然挺肥 但是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人家的小心脏受不了 他们是不是有组织性的 一个接一个的来抓我呀 我去 包还没有挑完呢 又来一个奔奔的小拿捏 我正以为我是小菜吗 先给你展示一下 我学习两年半的基尼泰美好吧 在我基尼泰美的攻势下 这个小菜真是不堪一击 虽然我们是一个咸鱼 但是我们不是一般的咸鱼 我们是一个爱困的咸鱼 所以这个空头 我们还是要觊觎一下的 我就要这么多人 想抢我的空头吗 先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刚学两年半的散电五连边 不是 你怎么敢开到我脸上的呀 哎呀表弟 你这扫车技术 真是回家种地算了 看哥给你操作一下 好好看好好学 直接花柳梢的提前枪打就完了 虽然一枪没有打到 但是看起来很帅 打游戏是为了什么 装十三呀 看我一个跳枪 我就问你们兄弟们 帅不帅 我这小黑子很想装我 就我这实皮者问你行吗 还有这个蛋蛋车 你是那个吗 真以为我的散电五连边 是跟你玩的吗 哎呀我去这小子下车了 哎呀你干嘛 我就装个十三 你怎么还认真了呢 哎被我逮到了吧 仗着自己有一个蛋蛋车 嚣张什么呀 看我的闪电五连边 冒烟了吧 冒烟了吧 哎呀我去怎么这么扛皱啊 哎炸了炸了 九折九折 嗯大臭得爆的感觉就是爽 兄弟们 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打蛋神器 刚好来了一个蛋 试一下我们打蛋神器的威力 我的腰比我还快 这也太快乐了吧 看你们这些小黑子以后 还玩这个蛋蛋车不玩了 我刚想我们的车被基尼 他没了怎么办 这送车的好兄弟就来了 真的兄弟们 我现在都被这个蛋蛋车给撞出阴影了 感觉只要不坐在车上 就会被他们撞死 但是坐车上又会被他们当小菜一样拿捏 兄弟们这是他站起来了 还是游戏特赦呀 这个毛毛床怎么跟蛤蟆一样 站起来了一下 最后一个人就在前面 那个圆圆的东西后边 我们直接给他掐一个八二年的小滑指 我这跟我家哥学了两年半的 扔滑指技术还是可以的哈 我这样这就杜劫五千一百分了吗 是啊 啊